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其實我是很害怕海的 因為我覺得海是心不好漆 冷而捉我 因為整個東西會變的 我很害怕這種感覺 偏偏我又在台灣 來到香港 算是漂浪過海 我覺得這些就是命 面中注定 記得當時很小 十六歲 我拍過一部電影 方小姐剛好去參加金馬像 看到我, 很喜歡我 想找我來香港拍戲 其實有很多人說我的腳很長很漂亮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身材比較高 腳長一點, 所以才會有這種感覺 你問我自己喜歡哪一部份 其實不是腳, 我覺得做演員 眼罩最重要 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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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調查所得 是為了拍這部廣告才借來用 但拍完之後會不會送給祖賢 我就不清楚 你全身都這麼漂亮 其實身在哪一部份幫你賺得最多錢 例如頭髮、腳或眼睛 你很喜歡的嗎 我想是頭髮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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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要看一句可否美 我覺得最重要是內心 內心發出的自演 我覺得是最美的 如果女生以外表看 我覺得是棄質最重要 老人也是棄質 但我最喜歡很多東西說的男生 喂,喂… 你們不用打這樣,對嗎 你們怎麼了 你們得罵我嗎 不用了 我們倆為了爭你打成這樣 你還說這些風涼的說話 其實我都不喜歡你們這麼粗魯的 老老實實 是啊 那你喜歡甚麼 喜歡甚麼 我喜歡溫柔 美女多寂寞,有沒有聽過 美女多寂寞? 為甚麼美女多寂寞? 在這個圈裡很難認識男朋友 為甚麼 因為平時除了拍戲 要不就睡覺,要不就在家 變成很難得的機會 下次才會認識好的男人 你看我的肉是不是很斯文? 其實不是的,我很反叛